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势这个现况很有关系 赶快来听听看 后面的事情 诡异以后事情会更多 会更大条 国民党现在本身就是很僵集 那如果说以这个逸兴来讲 他那个中宫 中宫本来就是一个营符位 那营符位你放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 又裂红 又在诡异弥补 那可能对后面的事情 尤其是领导人不赶快急速的化解的话 可能后面的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命理师的说法呢 是说国民党这个原本这个大石头 拿来挡煞的位置 其实呢 他也是一个迎兵 也就是迎来好运的位置 不过现在呢 竟然啊 这个裂了一个这么大的缝 虽然呢 紧急修补 但这个修补的时间点啊 刚好是在这个农历七月 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那这个命理老师也说呢 如果呢 国民党里面的当权者 应该要快一点来修补啊 不然这个国民党的分裂 可能呢 就一去不回头